端午节假期即将到来啊 日前公安部对近三年来 端午节假期交通事故进行了分析 并向社会公众发出了 道路交通安全预警提示 据公安部分析研判 从近三年端午假期 道路交通事故情况看 主要有以下特点 首先城市道路 酒驾醉驾事故突出 在城市道路交通事故中 酒驾醉驾赵氏占7.1% 其中假期首日最多 肇事死亡占假期总数的38% 其次高速公路追尾事故突出 在高速公路发生的交通事故中 追尾事故导致的死亡占54.2% 未保持安全车距 疲劳驾驶肇事多发 导致的死亡分别占12.7% 9.3% 与此同时 普通国省道迎面相撞事故 也较为多发 且大多发生在弯坡 和无中央隔离设施路段 农村道路翻坠事故 也相对突出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一些无路侧防护设施的路段 另外 从近三年端午假期 道路交通事故情况看 私家车和摩托车肇事突出 这两类车辆的肇事死亡占比 分别为39.3% 18.5% 公安部提示 假期出行 要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安全文明出行 驾车出行时 要保持精力充沛 切勿疲劳驾驶 劳记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驾乘汽车 务必全程系好安全带 骑乘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 要戴好安全头盔 乘坐客车出行 要到客运站 选择正规营运车辆 切勿乘坐 私缆客源 非法营运超原载客的客车